来之前高老师刚说了 问你叫赵云三 哈哈 赵云三 8月29日凌晨 郭德纲王慧夫妇空降陶宛兰的直播间 师娘王慧先是在屏幕上 打字询问赵云一愿不愿意拜她为师 然而却无人回应 随后 王慧更是直接连线赵云一 询问其是否愿意拜师 赵云一喜急而泣 当即表示愿意 其实在接受采访时 赵云一就曾表达过 想拜王慧老师为师的愿望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不知赵云一事后有没有后怕 要是因为没看屏幕 而错过这次拜师机会 那估计得懊恼不已 看到赵云一成功拜师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祝贺 此次拜师 不仅解决了赵云一的失诚问题 王慧老师还为她开启了商演之路 当赵云一表示 想和古曲社演员一块出去玩时 王慧立马回应回去就安排 撤掉一对相声演员 把赵云一加进去 我觉得就是在有巡演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换掉一对 然后把赵云一加里 这不是赵云一的梦想就实现了吗 对 上次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还说 我什么时候能跟你们一会儿 出来演出呀 我想跟他们一块出去玩 谢谢你 他在哭一碗 估计赵云一也没想到 人生的高光 时刻会如此突然的降临 不得不说赵云一不愧是少班主夫人 之前孙九香在舞台上砸卦 说少班主夫人连商演都没有 如今郭老师虽未安排 但董事长亲自给安排了 也算是为少班主夫人挣了名 除此之外 郭老师在直播时表示 身边人都在夸赞赵云一 这让赵云一激动不已 郭老师还说 等他回来之后 要亲自给他规制规制 找几个适合女生使得活 毕竟作为女生说相声还是很难的 能让郭老师亲自给说活 赵云一确实当得起少班主夫人这个称呼 如今赵云一不但解决了师承问题 还有郭老师亲自给说活 再加上他清秀的样貌 沉稳的台风和独特的表演风格 相信以后的赵云一 在相声舞台上一定会大放一彩 而且 拜师王慧更是个明智的选择 王慧作为郭德纲的妻子 德云社的董事长 不仅在相声艺术方面造诣颇深 更在管理运营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相信在他的指导下 赵云一能够在相声的道路上走得更稳 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